常言道,莫道因果无人见,远在而孙尽在身,家庭的兴衰与否,不是取决于上天的安排,也不在于旁人的评价,而是自己的修行高低,一个家里,做父母的对了,子女自然也就对了,家风代代相传,福气才会长久留存。 反之,父母若是肆意妄为,为人处事失了分寸,不懂自我余数,孩子也会寸步难行,父母之爱子,则为知迹深远,到了一定年龄,务必从这几方面做起,修炼好自己,别再消耗子女的福分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父母格局太小,作家马德增讲到一个故事,集市上有位妇人在闲逛时,每路过一个小吃摊,都会拿起摊位上的吃食,以尝一尝味道为由,吃了不少东西,就这样,她边逛边吃,没花一分钱,就吃遍了每样小吃,填饱了肚子,占尽了便宜,有位老人带着小孩也在感激,孩子看到妇人的做法后,也想学着一路吃到底, 但她刚伸出手想去拿,就被祖父立声呵斥,并立即制止了,孩子对此感到不解决委屈,祖父健壮教育道,你要是学了他,就会生出穷气,有了穷气,人就在难翻山了。 仔细想想,穷气,二字,指的正是长期积攒的不良生活习惯,久而久之,拉低了做人做事的格局,一个人的格局,影响着浴室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,也决定着看待世界的认知层次,而父母的格局,在潜移默化间,通常会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态度,也决定着孩子人生的高度,现实生活中,有的父母会因为家境不太好。 给孩子从小就传递读那么多书,不如早点赚钱的观念,在小事上斤斤计较,在大事上又稀里糊涂,将就解决,让孩子越来越看不清生活的意义,找不到努力的方向,父母格局太小,孩子眼界也会随之变窄,福气因此,一点一滴流失,父母格局够大,孩子未来才能站得更高,前行路上才能看得更远。 韩门女孩王心仪就成长于一个大格局的家庭中,在父母的托举下,她一路向阳而生,改变了命运,她曾写下的那篇感谢贫穷,看哭了无数网友,也让不少人从中看清了教育的意义。 她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,可即便日子在困难,父母也从未想过让她和弟弟中断求学路,小时候,因为经常穿着旧衣服,她时常会受到班里同学的嘲弄,有一次被伤到自尊,哭着跑回家,母亲知道缘由后,没有怨恨,也没有斥责,而是认真的安慰她,不用理她,她是做事就好。 从那以后,她明白了,人生的路不是走给别人看的,何必在乎旁人的评价,虽然生活上物质匮乏,但母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,就教他们被识算术,还常常教导姐弟俩,好好读书,是一条更广阔世界的路。 从那时起,她就立下信念,靠知识改变命运,母亲的大格局,如一盏灯,照亮了王心仪的人生,通过坚持和努力,她如今已经成功保研至北京大学,姚厄梅在家庭生活中提到,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家,人就会长成什么样的形状,一个孩子从小接受着什么样的教育。 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,受教于什么样的父母,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,父母的格局,决定着孩子前行路上所见所闻,以及从中收获的认知层次,人站在什么样的高度,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,与其一味地要求孩子有出息。 不如先做大格局的父母,一点一滴,成就孩子的一生,父母不懂勤俭,古语有云,成由勤俭败游舍。 勤俭是新家之道,娇舍是败家之缘,原莫明初时期,有一富翁,靠着祖上留下的家财万贯,过着奢靡的生活,一日三餐,青菜只吃嫩馅,婚时也只吃最好的那块肉,剩下的要么赏给仆人,要么统统扔掉。 后来,富翁生有义子,聪明异常,其子也有样学样,极度铺张浪费,而钱财在父子俩的挥霍下,逐渐入不敷出,于是,为了满足自己的奢育,房产也被父子俩一一变卖,渐渐地,家产被败了个精光,仆人也尽散,父子俩因毫无半点本领,每日缩在破旧的草屋里,吃不饱穿不暖,饿得形如乞丐。 最终,父子俩在贫困和懊悔中度过了余生,在这世上,任何孩子都是父母的影子,很多时候,有什么样的父母,就有什么样的子女。 父母若是奢侈无度,孩子则是金钱如粪土,总是大肆挥霍,耗尽的就是生活上的福气,而父母勤俭持家。 孩子则知,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,往往会用珍惜代替浪费,日后收获的便是富足,要知道生活里真正的福气来源于勤俭,哪怕是一粥一饭,一输一菜,都是命里不可多得的福报,一旦随意浪费,钱财中有进食。 福泽忠诚过往,因此,勤俭,才是父母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,父母总是苛责,论语里有言云,一言兴邦,一言丧邦。 往往能决定这孩子的路,是父母的嘴,有一男孩,生于普通家庭,但父母都是教师,极为严厉,在他五岁时,男孩因睡前饮水过多,而尿了床,父母不禁大惊失色,说道, 自两岁起,你就不再尿床,现在怎么愈活愈倒退了。 而后,边嘟囔着,边把湿漉漉的被子晾在外面,邻里邻外都知晓了此事,男孩顿觉羞愧难当,可第二日,又必无可避地尿了床,父母气愤不已,严厉地警告道,再一再二,不能再三再四。 但男孩仍是隔三差五都会尿床,甚至连吃药都不管用,于是,父母每每都会狠狠地责骂男孩,还罚他晚上不许喝水吃饭,自此,男孩的生命就此残缺,愈发自卑,在小期间,不敢与任何人交流,成绩也遗落千丈,长大后,有了工作,也岌岌无名,毫无所成。 最终,男孩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,自杀而亡,在心理学里,有个词教异化的沟通方式,就是只在浴室时,不想着如何解决,却只顾着责备,很多时候,对于父母来说,面对过错,指责是本能,但一味地苛责,带来的不是成就,而是伤害,而伤口一旦产生,即使被治愈,也会在孩子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疤痕, 要知道,父母的嘴,是长语录,也是把利剑,既可以为子女的未来铺满鲜花,也能让子女的前路经济密布,无论何时,能够多些鼓励,少些责难,多些包容,少些批评,子女的未来,才会行稳致远。 父母抱怨生活,心理学上,有个著名的效应叫做,罗森塔尔效应,实验开始,心理学家去了一所小学,在所有班级的学生中抽取了一批人,然后将这些孩子的名字写在了名单上,随后又将名单交给了老师, 并告诉他们,这些孩子将是未来自有发展前途的人,但需要保密,以免影响实验结果。 老师受到了名单的暗示,平日里对这些孩子的赞许更多,指责更少,这些孩子也变得更加自信乐观,成长得更加优秀。 事实上,这份名单的人都是随机挑选的,可在暗示的力量下,在赞赏的作用下,推动孩子们走向了更好的人生。 在家庭中,语言对每个人的作用也是如此,父母经常说什么样的话,就会影响孩子造就什么样的心态,从而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父母的说话方式,就是孩子性格养成的关键因素,父母总是将消极的话挂在嘴边,只会让孩子生命里的福气偷偷溜走,给人生增添更多阴霾。 央视《心理访谈》栏目有一期,展现了一个真实案例,33岁的女孩范成金,毕业十年,一直待在家里,依靠父母生存,有人质疑她啃老,她满腔怨恨,现在这样都是父母造成的。 在她的记忆中,父母很少给予她正面的鼓励和支持,有的只是数不尽的否定和批评,年少时,不管她学习成绩进步多大,不管多么努力,父母只会冷淡表示,不够好,要更努力,毕业后有一年,她本想计划创业,跟父母交流自己的想法,可得到的只有一句,都是空想。 没用,她尝试养鱼赚钱,每次喂鱼的时候,母亲都会批评她,又在那摆弄那些东西,只知道完。 她做好饭和父母一起吃,母亲直接了当表示,真难吃,她聊起自己的人生规划,父母还会嘲讽,你成事了,狗都成事了。 在长期被否定,打击,指责下,范成金心中装满了恐惧和压抑,无法正常社交,一步步走向了深渊,提到成长的经历,她感慨道,他们剪掉了我的翅膀,却怪我不会飞翔。 作家毕书敏说过,在纷乱和丑恶的气氛中成长的孩子,是伪劣家庭的痛苦产品,他们在家中最先看到并习惯的待人处事经验,是破碎流离和粗暴残酷,父母的嘴就是孩子的路。 父母面对生活满是怨言,孩子的内心也难以注尽阳光,解决问题只会消极,生活也会越过越糟,父母教育子女只胜指责,孩子的人生就会失去光与热。 每天接受到的只有负面能量,生命中留下一道道伤痕,一个家庭中,父母好好说话,拥有积极的能量,才是送给儿女最好的礼物。 请相信,积极的说话态度,和善的语气,良好的沟通方式,会让家的和气越来越多,也会让孩子的福分越来越深。 在这世间,能够决定子女的命运,就是自己的父母,一个父母若想拥有何种孩子,就要先成为何种人,就像谚语所说的,种瓜得瓜,种斗得斗。 父母当前所种下的善因,都是子女未来所赢得的福禄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